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 又好一陣子沒有把這個之前S加9到X的過程中放上來了 上一次我們是放了兩場 那我講今天我們再繼續看圖說故事繼續播下去 邊說邊看邊講解 Let's go 好的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對手有黃雙槍雨傘狙擊跟爆裂牆 那一開始我還是會習慣走左邊這邊 先牽制丟個炸彈 好炸到一個 然後再回來看一下狀況看是不是有人衝出來可以撿一個便宜 目前看起來都還在對劑 喔我這個衝出去就不太好 這個在沒有很好cover的情況下就往敵人的墨裡面衝 其實蠻危險的 那這個時候也讓敵人對我們進行了一波小攻擊 但沒關係其實 前面就真的是不用太心急 就是被進攻一點點其實那都蠻正常的 重點是你要怎麼樣我們要怎麼把握正確的時機進攻 好殺掉雨傘 我的墨水管理還是需要加強 太容易沒墨了 好這時候我的現在已經是四打二狀況了 我稍微上去一下就馬上下來趕快往後退 等待隊友的出現然後把自己家裡的墨先稍微塗一下 這個時候其實蠻拉鋸的雙方的實力都差不多 好可以稍微上一下塔 然後因為剛剛已經 呃我的隊友已經丟了一個大拳 然後這個時候其實 欸我在進攻的時候其實 就是怎麼說我們比較有優勢的時候 其實我蠻習慣就是會 所以當敵人沒有在這一個區域裡面的時候 我會習慣就是偷偷的跑到這個區域 然後把這裡都塗滿 或許我可以躲在旁邊 或許我可以躲在這一邊 因為敵人出來的時候很有可能 大家都會很喜歡直接跳下來 那這個時候其實 我們可以來給他一個突擊 然後如果成功的話 其實對我們進攻是 非常有幫助的 好這時候我們已經追過來 然後我有美墨盒 好大絕我有了 那這時候我的大絕 因為我們的塔其實已經 從這裡下去之後又上來 他等一下會從這裡下來 然後到這個位置 會停在這裡 是第二個關門這樣 然後 所以 敵人 剛剛我看敵人大概都在這個地方 肯定也有一個人在這裡 但是我是想說 因為我們有三個隊友在這邊 所以我想要牽制敵人 因為我想要繼續 可以讓我們的塔進攻 所以我就把 大絕往這個地方丟 好 然後上右邊的塔 因為上這裡之後呢 等於說 紅雙槍我們是可以 就是 顧到這裡跟這裡的 因為敵人有時候 如果我們沒有在這個地方的話 他可能可以從這裡 繞到後面來給我們繞背 給我們一個重擊 對 所以在這個位 這個位子進攻的時候 這裡進攻下來的時候 其實這裡是蠻關鍵 那我剛剛 額 我把我的 我把我的那個 大絕丟在這 那 你看我的隊友也把大絕丟在這 那等於說如果是兩個魚的話 等於說其實是蠻全面性的進攻 然後再加上我們這裡 有一個小滾桶已經先去前面牽制了 所以這時候我們進攻的時機是非常好的 但是可以看到我們的隊友已經有 已經有人死掉了 對 好 然後 然後搶塔的時候其實高壓水速真的是非常好用的 如果 會有使用的朋友們 真的搶打的時候都可以用 壓制非常好壓制 好 我的 應該是我的炸彈又炸到了 然後這個 這一個齁 就是 痾 我看這紅創槍我在高處其實他已經 我覺得他是我的囊中物 但我忽略掉其實我的莫不多 再加上 這個時候其實我非常戀戰 所以 我就會想說 欸那我就下去殺了他吧 但是我忽略掉一件事情 就是我沒有想到 其實我們已經死三個人 我是最後一個生還者 最後生還者 對 那這個時候我出去 如果沒殺到他 他們就可以反推了 所以 結果就是 我沒莫 然後被他殺掉 這個非常不好的一個 一個舉動 然後 導致敵人這時候 他們其實剛剛我的那個三個隊友在這裡死掉的時候 他們就已經上塔要進攻 所以我在這裡 跟他僵持 其實是非常不對的事情 應該要 回來 回到這裡來 痾 回到這一個地方來 做牽制 或是回到這個地方來做牽制 讓戰線留在中間 其實這是比較重要的 好了 現在幾乎都是敵人魔 可以看一下現在其實就不好推出去了 好 好像還是稍微守下來一點 雖然他們 還是往前推了一點 然後老樣子 還是 前進到這個大空地 先把 墨塗一塗 累積一下 那個 大爵 好 上右邊高台 好 這時候我們兩方 算蠻拉近的 那這時候我不會選擇超級跳 因為非常危險 對其實我這個 這個是我的一個 蠻不好喜歡 因為像 三角炸彈其實它很吃墨 所以其實丟完的時候最好是 潛著墨 就是把 你的墨回完之後再射 這樣會比較 安全一點 後面也補一下 這場地後面蠻容易被 就是 擾被的 所以大家 這個時候 因為這場地其實很多地方可以躲 高高低低的 然後因為我剛剛隊友死掉 所以我回來想要 我現在把這個大絕打開呢 是因為 現在 我們隊友應該也有剛復活 但是還沒有全部在前線上 但我又希望把 塔的戰線拉在這裡 所以這個時候我先丟一個大絕 從這裡丟過去 讓 等於說讓他們 逼他們退下來 那我們還可以互相拉鋸一下 好 好 他們少死了兩個 就是有起到作用 好 前進 這個 這個其實 我們在往前推的時候 阿 就是我們有時候上到這個台 其實大家的視野 就是可以仔細看這一條 因為有些人就喜歡 從這裡突然跳出來 那那個時候其實 超容易被瞄準 超容易好殺 所以 不管 今天我們是進攻方 要看這個地方 或者是 我們是 出來防守方 其實我們也要看一下 很容易會被瞄準 所以就是 要注意一下 因為有時候撈到 就直接就 就 就是賺一個人 好危險 有狙擊真的還是蠻麻煩 好 壓制一下 好現在55跟64 55跟64其實沒有差很遠喔 很容易就會被反推了 所以就是還是要 還是要很小心我們 其實 這整場我們就是一直在看哪一邊 出了一個 皮肉 然後就抓準那個皮肉攻擊這樣 好我們現在已經往前推了 OKOKOK 喔 下來 就不兩個人在這塔上 有點危險 好 現在他們又死兩個 三打二 喔 死一個 好 現在這個 時機很好 時機很好 這個時候 通常已經推進的時候 我通常會在這個高台上面 因為紅雙槍 中後衛我覺得在這個位置 可以壓至這裡又可以丟炸彈 然後這裡也看得到 所以我覺得其實 又可以 呃 又可以防 可能會有人來 繞背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個位置 蠻好的 我通常不會到前面去 因為這裡 大家都想要搶這個塔 大家都想要殺 什麼的 好 繼續 好 隊友死了 牽制一下 剩24秒 有機會 好 我們還是再上去 還是一樣在這個高台 剛好有大絕 再推一波 但是還是不前進 因為 敵人 可能從這個傳輸線 跳到這個台上 也有可能從這裡 攻擊 可能這裡攻擊 這裡攻擊 但是我們在後面就是可以確保 確保說 呃 不會被偷襲 再者是 如果有隊友死掉的話 他也可以飛我們 就是 蠻好的一個 對應點的在這個地方 好 六五四三二一 嘖 漂亮 穩渣穩打的一局 十三殺 嗯 還不錯 雖然說殺人數不是重點啦 是在對的時間殺到人才是最重要 好 下一場 兩千分 這個 其實蠻緊張的 因為兩千分已經是 X級的底線了 好 對面有 草莓槍 輕滾狙擊 跟一個 超遠的綠水桶 好 一開始我們還是一樣 所以在這個地方先 稍微觀察一下 然後再去看一下 我們上次說 可能右邊會有人偷襲的地方 好 當然大家可以看到 因為我已經看到有隊友在這 所以就 不用太擔心 繼續前進 好 對方 死了一個人 然後我也丟一個炸彈 好 炸到了 運氣好 炸到一個人 然後這時候其實大絕真的是 第一波快攻的時候 大絕真的是急很快 然後再加上我們現在四打二的情況下 所以其實是非常有力往前推的 那 所以我現在就趕快集大絕 然後跟著一起前進 好 丟一個 這一個場地大絕我也都習慣往這個地方丟 就是 如果我在上面的話 我可能會丟直的 但如果在下面我會丟斜的 因為 他們會有一個這個高台 可以順便直接前置到 好 繼續 去 高壓水柱 超讚 那這時候因為我們其實還 就是 呃 對方就是陸續有死人 所以我就想說 呃 就不用一直歸在下面 這時候就應該要 大膽一點進攻 因為已經推了一半 那 如果可以再繼續往前推是更好的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們就繼續前進 直接走這個防水部上 因為這個場地 所以要上去只能走防水部 那我想要進行一個偷襲的動作 所以我在這裡等 然後我看到狙擊過來 馬上帶掉他 因為狙擊在場上 就算他射的不準 但是他的那個 那個那個瞄準那個線 還是會讓大家會有點壓迫 有壓制的作用 哇 我的 隊友直接 就是在這裡直接殺了兩個 現在變成4打1的狀況 哇 17 16 哇這根本就 是這個隊友太神了 牽制 然後贏了 這個就是 呃 各個位置的隊友 然後觀察的仔細 然後進攻合作得宜 就會得到這種 很快速就把對方KO的結果 所以其實 隊友 很強很重要 但是自己沒有 一直死也很重要 因為剛剛如果我們死的話 讓對面行程 哇哇他們 他們沒有殺到人欸 如果讓那個 對方 4打3 那隊友很厲害其實也很不好打 對 好 既然剛剛那場那麼快 我們就再多講一場 好了 1940 又回到這個 超級市場 的場 OK 對面有 壽司 中滾 NOVA 跟紅包槍 開場還是一樣 先觀察一下 然後 然後等對方 等對方丟完炸彈 我們再來補地 這樣也有可以順便 擠到大的 好 NOVA一開始就上了 我這個其實蠻 不好的 很容易就死掉 剛剛這裡已經死了三個 現在變4打1 還有 中滾才剛出來 那現在已經推進了 85 還不錯 丟一個大絕 然後看一下有沒有人繞備 喔因為我們死了三個人 現在是4打 3打1 喔那這個地方因為 欸等一下喔 來看一下前面 這裡 喔我們剛剛已經死了三個人 4打1 其實我應該要往後走 但我是想說我可以先稍微塗一下地 這樣 然後剛好我發現 就是紅雙槍在這裡 那 也有我們的墨 也有他們的墨 但我覺得我在這個位置上 我還蠻好瞄準他 應該說還蠻有把握的 所以我就直接 直接把他帶走 然後立馬離開 因為其實還是蠻危險的 友善彈 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非常友善 好對方也下了一個雨 然後我剛剛丟炸彈 又炸到一個人 好危險我現在又沒墨 喔這個是一個非常不好的 墨碎管理 太差了 好像 現在基本上 看起來好像是被他們推進了喔 幾乎都是他們的墨 好看起來應該是還OK 哇又沒墨水 哇這個 哇這個 哇這個這個真的是 很糟糕很糟糕 好現在可以看到 基本上都是對方的墨 然後 呃 都是對方的墨 然後我們又死了兩個人 這種情況其實很常會 大家應該蠻常遇到 然後就這樣 然後就被人家推到家裡了 那這種時候到底應該怎麼辦呢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自己家裡其實還有 這麼大一格 還沒有塗 到東西 其實我搶地其實也是類似的道理 就是 我們要趕快利用剩下的這些地啊 累積我們的那個大絕 那有了大絕之後我們才可以丟出去 然後逼退敵人 然後最起碼把戰線推回來 或是 繞背一局反攻 那 呃 遠距離的人就 建議蠻建議就是先擠大絕 咳咳 然後反攻 那近距離的人的話就是先繞背 在這裡躲 那等於說 我們中距離跟他們在對槍的時候 然後 呃 短槍的再出來繞背 做一個突襲 這樣子的話就可以 把這個局面打開了 最起碼戰線也可以往回推 就不至於 一開始出來 然後 哇都是敵人的墨 然後就趕著要強塔然後下去然後就死掉 那這樣子只會一直輸一直輸一直輸而已 對 這就是比較像觀念的部分 好我的隊友又 又死了 這時候我就先 趕快先突擊大絕 因為 呃 被他們 被他們這個進攻 譬如說他從 60 好了 就算他做到 進攻到15 如果在這一個之間我沒有辦法 擊退 或逼退他們的話 其實出去根本就沒有意義 你只會死 然後浪費8秒鐘 他可能就 他可能就 就就就就就贏了 對所以 呃 擠好大絕 然後跟著 呃 幫助隊友 然後跟著大家一起往回推 推出去這其實是比較重要的 好這個時候大絕已經有了 那這個 已經被推到家裡 推到 紅掉了這樣 通常都會 打到這裡都會覺得 啊完了完了 輸定了 還是不要打好了 但是真的是不能 呃要懷抱希望 絕對有機會 好 他們被隊友逼退 然後忍下來了 現在他們剩1分就贏了 但這時候我們就 要冷靜下來 就是如果你 在玩的過程中 呃一直死啊 或是怎麼 應該馬上反省 為什麼會有這個狀況 然後馬上趕過來 這是最有效率 可以 反正局面的方法 丟大絕 然後把地 拿回來也順便做一個壓制 然後仔細看情況 小星星隊 幫助隊友 好殺掉NOVA 他沒有發現我 而且距離有沒有我有 再壓制一下 好我們已經 陸續往前壓制了 好 躲起來 剛好 背對 喔 讚 好大絕快要有了 這時候還是上高台 然後再丟一個大絕 看我們有沒有機會可以往 好拿下 紅雙槍 這時候前進是有點危險啦 對 因為我也不一定能殺掉他 這時候 真的還是不要死得重要 好回去 因為進攻可能差不多 就是沒有 沒有再繼續推進 這時候就要趕回來 現在四打四沒有人遠死 好我們死了一個人了 還是一樣捧一下地 順便擠大絕 喔這個對方友善蛋沒丟好 好換我們丟 好 反推一個 現在四打三 還有一分鐘 這一分鐘其實蠻關鍵的喔 通常在 這個賽末的一分鐘還是建議大家就是 就是要更冷靜 不要衝出去 要不然 你一十八秒 可能就什麼都沒有 好我還是會站在這個塔上做中後衛的 前置 很好很好 隊友 不錯 互相cover 那我現在有大絕我就丟出去喔 好 有人想要從後面旁邊來攻擊 那隊友幫我cover 40秒 好 農馬下來了 非常危險 複名字 那這個時候就是趕快往前衝喔 因為做一個比較往前的壓制 比較有機會往前推 這個時候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時候通常是 被推進的一方 會很容易 就是 只看這個地方 所以當我們今天 不管是要逆轉還是什麼 如果我們今天的位置是這種中間 前鋒或是中後的 反正不是上塔的人的情況的時候 其實就很適合待在 躲在一個地方去 攻擊那些 只看著塔的人 來 後面看一看一看 這個 就是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他的焦點一定都是在塔上 他想要趕快讓塔停下來 但是這個時候就是我們 為什麼可以逆轉或是可以贏 就是可能我們這個位置其實也蠻關鍵 對 打掉一下 好 因為這個 這個情況很特別 因為他 就是如果你在塔上的話 其實塔 你瞬間下塔 塔還是會往前稍微跑一點點 但我們剛好跑到1 他們也是1 然後剛剛我們在塔上有2位被殺掉 然後 呃 他們也有一個死掉 然後剩下一個人在這裡 然後 所以這個時候上塔 我上塔就是關鍵 贏的關鍵就在我 沒錯 我是勝利的關鍵 欸 欸怎麼 好 欸 好 欸 就贏了 欸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 應該是因為我吧 好總之這一局其實蠻精彩 就是一個逆轉喔 大逆轉 對方剩1分 但是我們直接逆轉到贏 所以其實 在烈士的情況下 還是要 冷靜下來 極大絕 然後看狀況 往前推 對 沒錯 所以說 嗯 今天 這個目前這個時間也差不多 我們剩下來的幾場 我們就下一次再分享給大家知道 好 那今天就先這樣 如果 還有什麼 想要知道的 或是想要了解的話 也歡迎在我們影片下面留言 讓我們知道 那 今天就先這樣囉 感謝大家 掰掰